警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 他们忠诚相伴 默默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警犬档案聚焦这个特殊的群体 从出生、选拔、训练、工作、退役等各个阶段 展示警犬的一生 这是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的一头右拳小黑 他的大名叫九庆略 小黑刚满一岁 狼青毛色 性格活泼 体格健壮 有着纯正的中国昆明犬血统 小黑的教官名叫李飞翔 他和小黑已经相处四个月了 因为我觉得他脸长得比较黑 然后那时候毛色也相对而言 是狼青色 应该也是黑色的 我看他我非常喜欢他 然后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黑 所以说名字不是特别好听 但是我觉得叫起来比较亲切 小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警犬 有着优秀的工作表现 他们四代以内的族谱 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都有据可查 血统十分纯正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的前身 是云南省公安厅警犬所 1950年初期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 民警们开始了昆明犬的研究工作 他们从云南各地收集20头昆明犬 作为基础群进行反育 并在1960至1966年进一步扩群 昆明犬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是有标准的 我们是按照我们警方用犬的标准来选择的 比如说他要具备一定的合适的形体 要具备胆量 要具备嫌取欲望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攻击性 昆明犬反育 也是新中国警犬事业的起步阶段 1981年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成立之后 昆明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而这个时期的研究 就不是停留在昆明犬的悬育阶段 而是在悬育的基础上 把它服务于用于公安实践当中 在几年的实践之后 我们就总结出 昆明犬是一个全能的犬种 2005年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 抽取一百多份昆明犬血样 送至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 进行生物检裁鉴定 结果表明 昆明犬属于云南本地狼犬 在2007年 正式申报了国家级的品种 并且是一次性通过 当时国家就命名昆明犬为 中国昆明犬 小黑已经开始接受基础科目的训练 为成为合格的警犬 积蓄力量 在我国先后成立的警犬基地中 幼犬的繁育和培养 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纯正的血统 优秀的基因 特殊的训练 让他们生而不同 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都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 在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 更是如此 德木东东临盆在即 这可是整个基地的一件大事 民警里南曹婷婷 为此忙碌了起来 应该给他再加点餐 但是怕他用到肚子 待会好好看 东东这次蒸汽的 有点出乎意料 例行产检时 曹婷婷发现 东东的体内 居然怀有11头小犬 这对常规生产 只有三四头的德木来说 就像是人怀有四胞胎一样罕见 为了防止东东的孕期出现意外 不仅有人要在现场留守值班 还特意在他的房子周围 架设了两个摄像头 上午8点07分 第一头小犬出生 每一头小犬的蛋出 都牵动着大家的神经 好在东东很坚强 长达一整天的生产过程 有惊无险 因为德木一窝 生这么多 而且全部成活 也是比较少见的 首先在野外状态下 是肯定不可能的 因为它也喂不活这么多宝宝 就算是在人工状态 也是比较少见的 如果是在自然环境中 这些刚刚来到人间 眼睛都没睁开的小东西 就需要被迫面对一次 残酷的筛选 这是优胜劣汰的法则 即使是同一窝出生的兄弟姐妹 体型 性格也都不相同 最后出生的小十一 身体发育的各项指标 好像都要比哥哥姐姐慢了半拍 好在有曹婷婷及时干预 你怎么不喝了 喝饱了 还是没找着了 不要疼 把好几个大路 身体翻过去 看到这么多新生命的降临 心里都是很开心的 但随之来就是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需要把他们在抚养长大 生的越多 你的压力就越大 在公安部沈阳警犬基地 一窝刚诞生的德木 同样给这里带来了勃勃生机 这四个可爱的小家伙 刚刚出生四天 他们的妈妈叫亚红涛 父亲叫拉扣顺 四个可爱的小家伙 虽然还没睁开眼睛 但他们优秀的血统 足以让人们对他们另眼相看 这四头小犬是一窝犬 有两公两母 两头公犬都比较大一点的 一个叫小V 一个叫小五 然后两头母犬稍微小一些 一个叫小玉 一个叫小美 他们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还是很不错的 他们的世代的血统都是清晰的 他们的档案在我们的档案室里面 都可以查到 比如说他们的父亲母亲 主父 主母 四代的血统 都是可以查到的 都是纯种的东方牧羊犬 刚刚诞生不久的四头幼犬 与人类的新生儿一样 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虽然看上去样子都差不多 但是羊颈犬基地的工作人员 却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区分开来 每到吃饭的时间 小微与小五 丝毫不让地先扑到妈妈身边 小玉总是比两个哥哥和姐姐小美 行动要迟缓一些 姐姐小美总是很有耐心地 慢慢地享受妈妈给孩子们带来的大餐 直到两个哥哥吃饱喝足 呼呼大睡 小美仍然在开心地享受 吃饭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四个小家伙一旦离开母体 生活秩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而母亲亚洪涛是第一次当妈妈 面对眼前四个哼哼唧唧的小家伙 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这一切都被沈阳警犬基地 负责繁育的赵羽看在眼里 每当沈阳警犬基地迎来新生儿的时候 就是赵羽和她的同事们 开始忙碌的时候 虽然经常接触新生的幼犬 可他们却丝毫都不敢马虎 幼犬在出生的最初几周 是最关键的时期 需要专业人员的精心看护 赵羽与同事 小心地测量这四个小家伙的体重 详细记录他们的生长状态 哥哥小微 1060克身体最重 弟弟小五 1039克紧随其后 两个小公主 小美920克 小玉885克 出生十天后 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的幼犬们 已经慢慢睁开眼睛 在这之前 他们只能靠最先发育的嗅觉 和微弱的听觉抱团取暖 给你生出来 就是嗅觉是最早的 这个发育的比较白善的器官 因为他们需要靠嗅觉来寻找母亲 寻找这个母亲的奶头这些 然后呢 一般小犬的这个听觉是稍后 接下来这一会儿呢 就是视觉是一个正在发育的 幼犬睁眼的过程 是他们成长的标记 预示着他们的生理机能 在逐步完善 马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就连生长慢半拍的小十一 此时也在努力地睁着眼睛 因为毕竟这一窝呢 有大有小 吃奶的时候 劲大的一般就能把劲小的 给踹开了 所以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干预 不至于产生太大的个体差异 也就是别输在泄泡线上吧 小十一体重最轻 力气也最小 在吃奶这种关键时刻 哥哥姐姐可不会让着她 所以有的犬呢 可能每窝都有一些体能 稍微弱一些 这些稍微弱一些的犬 我们不能去放弃 这两只小的客上 我帮你吃 你看看你现在多有劲 拔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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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了 你太胖了 你先等 这就是我原来 你你你 差点被你漏掉 看看 看看啊 坐着呢 那去吧 虽然每天都在开小灶 但是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 还是让小十一 在哥哥姐姐里 显得格外楚楚可怜 看看 大哥哥和小弟弟 从现在这个胖 长短胖瘦能看出来 差得不顺行半点 好嘞好嘞 相亲相爱 在警犬基地 每年都会出现一些 像小十一这样的弱势群体 工作人员把这样的犬宝宝 称作电窝 往往是叫电窝 它的这种工作的这个能力 是最先凸显的 因为它可能被排挤 逆境经历比较多 但是先成熟 所以我们一般 有时候还特别喜欢挑这个小电窝 因为它闲取包括胆量 各方面都是要强于 它的其他的兄弟姐妹 这些小家伙 就像是小婴儿一样 需要最高级别的护理 吃奶只是一个方面 其他方面也马虎不得 我受委屈了 妈妈快来呀 是不是 你个儿小的 你吃个小的 好 这边颠着手 你也特别爱叫管 是不是 好了好了好了 给你吃个特别大粒的 来大的吧 刚到这个世界上的头三个月 它们的身体比较弱 抵抗力也比较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定期地 给它们进行驱虫 还要进行免疫 这样才能保证 它们能够健康地 茁壮地成长 人们常说 犬的一年相当于人类的七年 其实这种算法有些粗暴 因为犬的第一年相当于人的17岁 所以轮到每个月平均算起来 它就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相当于人的一岁 这些出生一个多月的德木宝宝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 随着体力的增加 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增大 这个小犬的早期发育 比人类要快很多 经常感觉 昨天它什么都不会呢 今天一下子多了好多花样 公安部沈阳警犬基地的四只幼犬 也已经满月 小美喜欢和两个哥哥小微小五玩耍 相对而言 弟弟小五很独立 而最小的妹妹小玉也慢慢开始练习自己的体力 在不断找东西磨牙齿 小美和小微甚至睡觉时也都紧紧依靠在一起 这个小微跟小五呢 长得稍微大一点的 壮一些的 这样 是两头公犬 然后小玉跟小美是母犬 长得稍微小一些 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四头小犬 这个生长发育情况还是都非常好的 犬的游戏行为是犬的天性 将贯穿于犬的一生当中 已经满月的小家伙们不知道 即将迎接他们的 是警方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训练科目 公安部沈阳警犬基地的待犬民警 根据幼犬的不同生理阶段和特点 设计了不同的训练方法 与其说是方法 其实就是利用犬的天性 设计了各种游戏 目的就是充分激发犬的本性 将他们的天性彻底释放出来 犬的天性就像孩子一样 爱玩耍 对新的事物比较好奇 我们这个训练实际上就是 极客犬的天性 一步一步地把这个犬的 警方数字培养出来的 而四个有着优秀血统的小家伙 能否进入中国警犬的队伍 将取决于他们 能否达到中国警方设定的 最终考核标准 成长总是带给人们希望 这些生儿不同的幼犬 尽情拓展他们的活动区域 在民警们的悉心照料下 东东的十一个宝宝都非常健康 就连最孱弱的小十一 身高和体重都基本追上了哥哥姐姐 很快 这些小德木也将等到自己的主人 他们的警犬之路即将启程 公安部沈阳警犬基地的四只德国牧羊犬 已经两个半月大了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的户外运动 小玉各自稍小 被哥哥姐姐们落在最后面 在他们的整个活动中 带犬民警在不断地观察着 四个小家伙的奔跑能力 除此以外 主要是进行咬棒的训练 咬棒我们拿在手里 可以培养犬的注意力 在犬有注意力的情况下 我们与它游戏 这样可以培养犬的游戏意义 然后在与犬吸耍之后 把这个咬棒扔在地上 又可以培养犬的咸取意义 当这个犬咬住这个物品之后 我们又可以用手把这个咬棒 用手拿起来 与它简单地进行一些施测 有目的地地一步一步地 培养这个犬的咬合能力 四个小家伙除了对咬棒有兴趣 对草地上的小草也十分关注 在这些游戏玩耍的过程中 代选民警可以准确地判断出 他们的专注度 兴奋性和闲取欲 网球的出现 瞬间就引起了小威 小五 小美和小玉 浓厚的兴趣 游戏玩具的不断变化 让他们感到很兴奋 负责又训的教官 利用他们先天的游戏欲 及猎取的欲望 采用净物嫌取 及隐蔽物搜寻的方式 培养四个小家伙 使用嗅觉的能力 警犬的视力相对较差 而听觉和嗅觉 极其发达 幼犬在搜寻自己喜欢的物品时 通过眼睛只能看到大致的方向 他们就是利用自己的嗅觉 寻着物品的气味 找到喜欢的玩具 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我们都是通过一种游戏的手段 集合犬爱玩的天性 那么有目的的 有针对性的 一步一步的完成我们的训练 六个月大的小威小五 小美小玉 已经出落的非常健壮标志 并且早已掌握了 德国牧羊犬所能掌握的基础训练科目 但全民竟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格 正在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训练 小玉喜欢安静 在训练搜独搜报 小玉和小五胆大威猛 性格沉默 接受扑咬的训练 小美性格活泼 和两个哥哥一样出色 正在接受气味鉴别的训练 不久的将来 四个兄弟姐妹将成为优秀的 具有工作能力的警犬 驰骋于警戒一线 警犬的挑选标准非常严苛 优良的血统和健康的身体 只是基础中的基础 桂林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 警犬技术支队的一名带犬民警 他带着使兵隔犬布布 进行第一次训练 小布布 现在虽然已经被桂林 确定为后备军 但必须经过一轮入学考试 也就是警犬检验考核 只有过了这一关 他才能正式地接受专业训练 狗的恐高是天性 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但是警犬的工作性质 又决定了他们需要出勤各个环境 因此这种有些挑战的训练 是必须进行的 胆子比较小 年龄比较小 他没来过这个地方 然后他对这个比较陌生 然后他还敢上 没上来过 咱们不上 咱们先上那儿玩一会儿就好吗 来 来 来 看看 哇 这么高 这么能看见 好 真棒 好 真 现在是不是适应了 不怕啊 勇敢一点 有我在呢 好 好 来 慢点啊 这好不好 训练的时候 偶尔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成功 仅仅通过几次的训练 布布就和桂林达到了某种亲和关系 当小家伙把肚皮露给主人的那一刻 桂林喜出望外 这证明了他的努力 得到了布布的认可 也预示着他 也预示着他可以开展更深入的训练了 来 来 坐 坐 来 坐 坐 好 等一下啊 这文件箱条了 坐 好 好嘞 来 坐 好 坐 等待他们的 将是复杂多变的案发现场 和一个个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